都活到這個年紀了 我居然還沒環島過 真是好可悲 這哪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 我也沒環島過 我們明天就出發環島一圈 讓他們年輕人 見識見識我們歐巴桑的熱情和火力 一日一大早 啊我們第一站要去哪裡哈 當然就是我已經20年沒去的阿里山啦 阿里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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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一下為什麼開那邊 啊 你到底知不知道 因為你們的關係 造成整個阿里山大塞車 拜託 我也只是按照交通號制行駛 你看看那邊的號制 不是說數線18嗎 這是跟你說這條是第十八線 不是現實十八 原來是這樣喔 為了避免大家再發生類似的烏龍 替大家好好介紹一下幾個交通號制 首先 如圖最低數線的牌子是藍色的 它代表的是行駛的速度必須大於或等於每小時30公里 是10大於30這個式子是對的 大家應該都沒問題 要注意的是30大於30這個式子也是對的 因為大於或等於需要一個條件成立即可 再來看看另一個最高速線的交通號制 這個最高速線的牌子是紅色的 它代表的是你行駛的速度必須小於或等於每小時60公里 根據剛剛的舉例說明 50小於等於60 和60小於等於60 這兩個式子都是正確的 相信經過剛剛的兩個例子說明 大家對於大於等於及小於等於應該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了吧 出一個題目來考考大家囉 如果小漢值得他剛買的500cc重型機車 準備要上快速道路時看到這個符號 請問小漢該上快速道路嗎 隨便轉越身 保押雲 好的 請問小漢 ução Students